我现在要做猜你喜欢 例如说 请问一下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功能 例如说有常用功能 插入功能 设计功能 版面配置功能 参考资料功能 邮件 教育 检视 可是你不用去背 这个功能在哪里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告诉他 你想做什么事情 例如说我想插入图片 可以了解 我先讲简单的 各位都知道插入图片 就说我告诉电脑说 我想做插入图片 请问可不可以在这边点一下 有看到一个灯吗 好 在这边点一下 请输入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有看到插入图片 好 那插入图片这边点一下 请问一下 他有没有秀出来功能 就是他有没有 做一下 做给你看 点插入 再点图片 他是不是就直接 直接就是 做下一个动作了 可以吗 像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要选择的图片 刚好这里面都没有图片 好了 那既然没有 我们就点他 输入 插入线上图片 总有吧 他应该没有 通手我线上的功能 插入 线上图片 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线上图片 插入图片是指插入本机的图片 那线上图片是指什么 网路上的 好 来点选这个 对不起 刚没有按inter 插入 线上图片 然后 接下来呢 插入线上图片 这边是不是找到线上图片 请你点下 线上图片 在这个地方 请注意 我们输入的图片 应该使用的引擎 不再是Google了 而是Bing Bing的话是微软公司的 搜寻引擎 好 例如说我想要找自然 大自然 科技好了 我找科技的一张图片 然后点选 他是不是就找出来 他会先找那个公家机关 像教育单位 像那个联合大学 各位应该知道 他是 他是那个国立的 公家机关 所以他就会放在前面 而且这一个大学呢 他放了非常非常多的科技 这个关键字 在他的网页中 这张图片里面一定有科技 所以才会被找出来 好 那看一下 看一下 跟科技有关系的 跟科技有关系的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图片 好 假设我喜欢这张图片 我是不是就点它 然后插入 请问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插入图片 可以吗 插入线上的图片 那在这个过程 你知道插入线上图片 放在插入的线上图片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对吧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再去仰赖 去找到上面的功能标签了 没问题 这个叫猜你喜欢 就告诉他 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好了 我想要去算算看 这份word的文件 总共有多少字数 各位 现在这份word的文件 总共有多少个字 多少个字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字数统计 我就直接说 字数统计 可以吗 就是看你要什么功能 好 他说这个字数统计 这边告诉我们说 里面的所有的字 所有的字 9000多的字 全情字有将近9000 半情字有580 这样子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知道 原来字数统计在这里 字数统计的功能在这里 你们知道吗 你要叫我上去 上面找 我还真的找不到 可是我知道在这里 就快速点了一下 这个快速点了一下 是不是就出来字数统计了 好 有听 有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那我现在要关掉 关掉word了 关掉word 我们来去看一下 正因为他提供 不要储存 正因为他提供了 这个 猜你喜欢 就是告诉我 你想要做什么事 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来去看看 以色谣里面 也是如此 所以这边超市范例 来请快速点两项 超市范例 我不晓得你对于电脑 我不晓得你对于这个 电脑 就是以色谣的熟悉程度 是怎么样 好 但是我现在我想要教你 在2016年 因为我们现在装的是2016版 如果你到2017版 他自动分析 自动画图全部都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是2016版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他有什么新的作为 他这边多了一个叫做建议图表 你有看到吗 建议图表 就是他有那么多种的图表 这么多种的图表 他就想要给你一个建议参考 就是你现在你可能要用这一个统计图表 好 请现在 请现在来去选 选类别 请问会不会选类别 点一下这个O 点一下这个O Ctrl键按住 点一下销售额 这样我是不是选到两个蓝了 选到两个蓝的质量 一个是纸类别 就是产品有分 主类别 然后纸类别 好 这个纸类别跟销售额 我是不是选到了 然后插入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建议图表 你看到所有图表 各位 你所有图表里面 你是不是要去选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花时间 看你现在要选直条图 还是折线图 还是圆形图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建议的图表 只有三张图 而且他认为说 你可能要的是 是计算说什么 各纸产品的销售统计分析图 对吧 他觉得你最有可能要的是 画这张图 然后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有第二个图表 第三个图表 对吧 那第三个图表在画什么 这叫做帕磊托图 你不知道什么叫帕磊托图 你是不是就不会用它 他就是多增加了那个 多增加了什么东西 多增加了一个 就是百分比 就是说他这一项 这一项 书价 就是你看这几项 是不是主产品 主产品 大概占公司的七成 以销售额比例来去看的话 公司的五个 纸产品 就已经占了七成的销售 那是不是主产品的销售 可以吗 这就是帕磊托图 不过不管你会不会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 这个猜你喜欢 猜你要画什么图 它是不是直接有一个建议图表 就帮你画完了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好像说 有些人想要做分析 可是你不知道画什么图 这个时候建议图表 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去做这件事 你说它好不好 你看好到现在都四十分了 都还没下课 我们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对了 记得就按确定 记得就按确定 你这张图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而且它是不是就帮你做完枢纽托分析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自动分析 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有枢纽托分析表 这边是不是有枢纽托分析图 可以吗 觉得这项功能好不好 好 就一定要把它学会 就是我真的沉心的希望你们 你们回去 还是要去看那个整合 整合一直在讲什么 讲说word跟easeal彼此之间的关系 word跟powerpoint的之间关系 这些我真的都讲过了 你可以参考9月份的那一个班 上课内容 好 下课休息10分钟 55分前进教室 好 谢谢 是辛苦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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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我现在我想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 假如我今天呢 我是不是有这个 我举一个例子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客户名称好了 客户名称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是这样来去做说明 就是说 假如 假如我今天我做了两栏资料 我想要去找出这两栏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知道吗 举例来说你有时候可能会希望来去找 我看说这个资料跟另外一个资料它到底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选到这两栏 选到这两栏 然后Ctrl加G Ctrl加G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特殊 特殊请选列差异 确定 然后标个颜色 标个颜色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个栏跟这一个栏来去做比较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有差别的 千万不要用肉眼来去比对 你们常不常用到比对资料 有吧 有 好 有就好了 所以请用这一招 我现在教你的这一招 你真的比对资料会快很多 你就不用再去求别人 什么拜托助理 再帮你再做double check 不需要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项功能是很好 你看 鱼名 鱼名 鱼空白 好多空白 那来去看一下 如果只有一个空白 看他能不能找到 送粮 后面一个空白 enter 许跟安中间一个空白 因为你有加空白就是不一样的嘛 选到这两栏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特殊列差异确定 然后记得 然后记得 记得 加个颜色 你看这边 送粮后面有一个空白哦 他这个没有 好 所以他认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差一个空白都算差别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想来去 请你们来去动手 再来做 呃 刚介绍那个自动 因为在2012里面 他有很棒的共用 这边 因为我们受限于 不可以操作 所以没办法教你共用 可是共用真的很重要 好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介绍 介绍一个很棒的功能 叫做深入资讯 深入资讯 好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 最好是用那个 word来去讲解 来 麻烦把这个超市办例 就可以关掉了 好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 office40招 因为 其实有些功能 因为他在word里面 他是这样子的概念 可是他的以上里面 他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所以我会希望把相关的东西 全部一起讲完 好 那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 假如说今天 假如说今天我们来去 想要去搜寻这个小美 搜寻这个小美 然后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滑鼠右键 就是选到小美之后呢 他的意思是说 让我们可以快速的找到一些 相关的网路资讯 智慧 因为我现在不能用右键 所以我就只能 只能在这个地方输入 智慧查阅 好 然后接下来点选了解 然后接下来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是叫小美的图片 然后这些都是在并上面的一个 跟小美有关系的 像例如说小美冰淇淋 小美的 既然有小美这部电影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点其他 再继续去看更多的资讯 例如说围基里面的小美 小美乐娃娃之类的 好 这就是他的一个新功能 叫做智慧查阅 可是可是他点进去之后 他叫深入资讯 深入资讯 再请你们观看一件事情 请你们现在点一下这个 嗯 检视 检视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检视功能 当我们今天想要看这篇文章的标题 指标题或进行查询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检视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功能窗格 功能窗格 请把功能窗格打勾 这边出现 导览 你有没有发现又是名称的不一致 好 其实真的很期待希望说 虽然是大陆人翻译 他翻译出来的结果 我不相信大陆人这边叫做那个 什么guide line window 然后这边叫做 我不知道他怎么翻 他应该是不是直接 直接从英文翻成简笔中文 然后简笔中文就直接翻成翻底中文 类似这样子的翻译法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最好是这两边的是一致 这两边的名词是一致的 好 那我想 我想请你们知道一下 当我们今天查阅 我想要去查找资料 决定来说 我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去查找资料 怎么查找资料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叫做查阅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只有一个智慧查阅 那或者是我们来找寻找 寻找 寻找 寻找它就在导览里 请把这个关掉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做寻找 所以请问寻找在功能在什么地方 好 我也不想要知道 反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搜寻寻找 然后去去 点这个寻找 它就会出现刚刚我讲的检视底下的功能 窗格 这个 这个地方 这就是它的寻找 这就是它的寻找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寻找什么呢 我想要寻找简报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简报 然后它说它找到了41个叫简报的 然后其中 第一个在这里 点它 第二个 在这里 第三个 第四个 有看到 好 那 这就是它所谓的寻找 寻找 如果说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我们看到那个寻找 请问一下 寻找 我可不可以把所有的寻找 所有的寻找到的字一起改变 可以啊 你就用取代 对不对 取代来说好了 那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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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可不可以把简报 改成 PowerPoint 改成PPT好了 PPT 然后点全部取代 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它就把41个简报改成 PPT了 全部取代 这个是本来大家都会做的 是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我想要把这个 这个叫做档案 这个叫做档案 这个叫做新增 我想那个进阶寻找先晚一点再教好了 我先把这个档案关掉 请你先把现在哦 现在一定要动手做这件事 我现在教你一件事情是说 嗯 如何快速找到上次编辑的位置 好 先把这个档案关掉 这个 office40招请你先关掉 一定要先关掉哦 不要储存 不要储存 好 来 我们 请你都关掉了哦 都关掉 我再开始讲下一件事情 好 请你现在 再重新打开office40招 好 来 麻烦请你拉到随便 随便一张投影片 随便一张投影片 随便一页 随便一页 好 好 例如说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随便哦 请在这地方 你就输入今天的日期 今天日期 2019年10月23 好 就是 随便 就是请你在一个任何一个日期 好 然后接下来就请你把它储存 然后关闭了 请你储存档案 然后关掉 请问一下哦 就是说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刚刚啊 你到底 你到底是 做到什么地方 假设你今天你有一份长文件 你要检查 可是呢 你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它从头到尾检查完 你可能 今天你先做到 例如说第30页 好 那你明天开始来做的时候 你是不是希望从 昨天检查完的地方继续检查 所以 怎么样知道 昨天检查到哪里 可以了解吗 我刚刚就在动手请你做这 做这件事 这样每一个人 大家 结束的那个点 应该都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重新把这个档案叫出来 重新开启这个office 40招 你一定要照着我的顺序做 好 假设现在已经隔了 三天了 我又重新打开这个档案 他游标一定落在 第一行 第一个字 他游标 他游标一定是落在第一行 第一个字 那请问你 怎么样跳到上一次储存档案 10的那个位置呢 shift加F5 你有没有发现 他现在是不是落在这个地方 shift加F5 这个功能太冷门了 但是会有使用的时机 shift加F5 请问有找到吗 刚刚你编辑最后一次储存前编辑的 那个位置是不是就被找出来了 shift加F5 没问题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 Word锁定表格的功能 锁定表格的功能 好 请回到最前面好了 请回到最前面 例如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请问一下 我插入 插入一个表格 例如说 四栏三列的表格 四栏三列的表格 好 请你们去插入 四栏三列的表格 就是插入底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表格 请选四栏三列 插入 插入好了吗 好 那我 我要请你们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我 到时候会插入图片 可是我不希望那个图片 会破坏我原本 会破坏我原本表格的设计 假计 假计我的表格 我的宽度就是这么宽 我不要再动来动去 所以我相对插入一张图片的时候 我希望就是说他自动缩小到这个表格 以免我的版型整个跑掉 好 在还没设定之前 预设是没有锁定栏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插入 我刚刚不是有给你一张图片吗 好 插入图片 请去低叠里面 低叠 是不是有一个 OBIS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里面是不是有一张图片 当我插入这张图片 请问我表格是不是跑掉了 左右栏宽 是不是没有被限制住 对不对 你们 你们应该会遇到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会去 锁定我的一个 图片 然后我先去算出来说 这个表格的宽度呢 是多宽 然后我就把图片缩小 对不对 那假设你有十张图片 是不是要锁很多很多 次的锁定 会不会锁定那个图片大小 这个图片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这边图片不是有大小的限制吗 可是我现在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 我不想要去锁图片的大小 好 我先还原还原 还原到没有插入图片 请问一下 会不会还原在这个地方 今天还原到没有插入图片 但是有表格 所以我现在 我是不是希望说我插入的图片大小 不要去破坏我的表格 所以我的图片是不是要锁定 就是依照表格的宽度 对吧 他只能选择用依照表格的宽度 他不能够选择依照表格的高度 我这点就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怎么样去锁定 怎么样去锁定这个表格的宽度 让他等一下插入图片时 他不会放大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要点选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然后上面是不是有一个表格工具 您觉得这个功能在设计 还是在版面配置里面 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 然后接下来点选内容 内容这里面 内容这里面 我们要选什么 我们要选整个表格的选项 选项 请把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关掉 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请问那个内容大小 什么内容 就是图片 我不要用图片的大小 我不要用图片的内容大小 我要依照本来的表格 栏宽多少就是多少 好 请把这一条选项关掉 确定 确定 接下来我再去插入图片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插入图片 我刚刚是不是已经选了这张图片 然后插入 你看一下 它只有改变我的高度 为什么要改变我的高度 因为我要同比例地缩小到依照栏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就是希望右上角放一张图片 这个时候 一定要把那一个 表格 那个 不可以设定 一图片大小 调整大小 要把它给关掉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就不用每一页在那边 只要是图片 就一直在调整 那你一定会说 那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在 就是插入图片的时候 最好 最好是做一个表格 做什么表格呢 好 请问一下 像我现在是不是要插入这张图片 我们理论上 假设我今天我要插入一张图片 我是不是可以先插入 插入一个 三 列 就是 三栏一列 三栏一列的表格 然后请把 请把这个 左边改到这个地方 右边改到这个地方 然后 接下来这中间就放我们的图片 就实际的应用 会这样应用 怎么做呢 就是 点选 表格 工具 版面配置 内容 然后把这个表格的 选项设定为 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关掉 确定 确定 然后 当然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我现在插入一张图片 插入 图片 确定 它是不是就依照这左边 右边的宽度是没有改变的 然后 接下来就把这个表格呢 把这个表格做什么事情 我这个表格我就希望说他没有狂写 变成无狂写 变成无狂写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就插入一张图片 放在中间 好 我只是提醒你说 有人他会刻意的动手做这件事 这样子的话 你的表格 你的表格里面的图片 他 不会再去改了改去 那个破坏表格的一个宽度 那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是 那个 Word2016他有多了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阅读方式 阅读方式 我不想到各位 您知不知道晚上去看那个Google地图 跟白天去看Google地图 那个夜景 就是 就是晚上的时候他底色会变成黑色 就是他那个地图 他会随着你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然后看到的是不太一样 好 所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如何 如何来去做那个阅读模式的修改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去看这个阅读模式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点选 检试 检试这边是不是有阅读模式 好 我们现在到了阅读模式 那阅读模式的检试 阅读模式的检试 这边检试 他增加了一个叫做 这个检试这边 他增加了一个叫做 那个页面色彩 反转 就是 通常我们是白纸黑字嘛 可是呢 可是他这边多了一个叫做 就是 白 黑纸白字的功能 好 所以反转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我们就看到 他的底色变成黑色 黑色 那你一定会说 那本来的黄色呢 本来这个线条是黄色 他现在就变成 黄色的对比到蓝色去了 可以吗 他其实只是把那个色彩去做 那个反转 所以他增加了黑底白字 黑底白字 好 请问一下 现在是不是在阅读模式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你看 你是拿Word的软体来去看 所以你还是在Word里面 对不对 现在你还是在Word里面 然后你怎么样去看到下一页 因为我这边 我这边的一些滑锁功能被拿掉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设 但是 你是不是可以用方向键 左移右移 对吧 好 然后甚至就显示比例的缩小 你可以像看书一样 他就变成说两页呈现 两页的方式呈现 好我想这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假设你现在 你想要恢复到编辑模式 刚刚那个Word的编辑模式 你看检试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编辑文件 编辑文件 是不是就恢复到原本那个Word的模式了 可以吗 因为阅读模式只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检试里下有阅读模式 那阅读模式 离开阅读模式 就是回到编辑模式 所以检试这边有一个编辑文件 好就回来了 那阅读模式 他增加了一个黑底白字 就是颠倒过来色彩反转 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我想我们 Word里面他还提供了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顺便先把这个合并列印讲完 来先把Word的档案关掉 我接下来就要跟你们分享 因为在那个整合档案的时候 合并列印确实是蛮重要的 好 所以我快速的待一下 如果你要更深入了解合并列印 你可以去参考我的课程 例如说输入我的姓名 然后Word的合并列印 就可以找到这一段影片 那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多多少教一下合并列印 我是不是有给各位一份文件 基本资料 这个基本资料呢 里面是会看到有几个人 九个人 九个人 他的姓氏 名字 性别他是用男女 性别他是用男女 好 这个基本资料把它关掉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一个 好像我没有放上来 我看一下 那没有放上来 我们就自己打字了 我们现在假如说 今天我要去做一份文件 那我们现在先来挡一下字 请打开一个新的Word的档案 新的空白文件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说 某某某先生小姐您好 本公司 新 产品 发表 说明 好就随便打几个字 于 于 2019年 2019年的 10月 当你今天输入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按Enter 他就可以插入今天日期了 所以直接按一下Enter 于 10月 例如说 早上 早上 9点 请问一下 你们在打长文件的时候 阿拉伯数字是不是就 就是如果是数字 你是不是都 被要求一定要打阿拉伯数字 对吧 对吧 好 那 在 在 中华 电信学院 我们 我们好像是1503 教室 欢迎光临 好 然后 最后就放什么 例如说 那个 什么什么信上 好了 我现在 重点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想要 依照我的基本 资料 依照我的基本 资料 我是不是要做出 邀请信 邀请给那些人 好 例如说 某某先生 或某某小姐 好 怎么做出来这件事呢 那 这个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传统的方式 其实因为他就10个 9个人 所以可能我们 不太需要用到合并力 可是当你今天想到说 这个基本资料里面 有 有 5000人 这个时候我相信 你应该就会用这种方式 用什么方式 举例来说 假设你今天要寄给 那个 去年办什么499专案的这些人 明年希望他来 就是两年不是合约到齐 那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例如说 新产品 或者是新 续约的方案 的资讯 的内容 提供给他们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就不只是九笔资料了 所以等一下我会希望说 每一个信件一刚开始 他就放理查先生 曹 曹 先生 乔治 先生 提克 小姐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 当然就是用合并力 合并力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出现 他只有一个叫邮件 那为什么合并力 他叫做邮件 邮件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讲这个 Word的档案 记得为什么一定要改成邮件 因为邮件 邮件 以前 以前我们 就是在比较早之前 我们是用简讯来去做行销 然后还有用电子邮件来去做行销 所以 微软公司一直希望就是说 大家把电子邮件来去做行销这件事情 所以他干脆就把合并列印 换成叫做邮件 邮件底下 这边是不是有启动合并列印 你这边要选择邮件里面 看要选择哪一种 例如说我现在要选择的是什么 他是信件内容 对不对 这个是新产品发表的信件内容 或者是一般的文件 都可以 好 例如说我现在选择一般Word的文件 其实你不选也无所谓 因为他本来就是Word的文件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Word的文件 然后接下来选取收件者 选取收件者这边我们要选谁 要选 使用者清单 使用者清单 因为这个 第一个是什么 自己现在打字 打那个清单 那这个是从Outlook去选联络人 那这个是 选我已经用Excel做好的那种档案 所以使用现有清单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他这边的这个描述现有清单 就是说已经现在已经存在了代表说你已经把它做好成一个档案 的意思 所以使用现有清单 然后点选什么 点选我刚刚是放在低磁碟机的Office 日常工作使用技术 日常工作使用技巧里面的基本资料 你要找到自己基本资料放置的位置 然后点选开启 然后点选开启 他就会说你是要选择这一个工作表吗 是的 而且哦 资料的第一列包含标题 对 没错 他是有包含标题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名号的名前面 前面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应该要去插入一些相关的栏位 好 怎么样去插入相关栏位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插入某某先生 或者是某某小姐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插入这个姓就好了 所以在插入栏位这边 请直接勾选姓 可是这边我们不要用那个先生学性小姐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里面既有的一个性别 来去做一个就是说选择 例如说要是先生 那他的性别应该是男 如果性别是男 我们就给他先生 如果性别是女 我们就给他小姐 所以在这个地方 点选这个规则 规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透过if, then, else 来去做一个评估 就是假如他的性别是男生 成立的时候我们放成是先生 然后其他的话我们就放成小姐 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用if, then, else 来去做一个评估 好,讲评估可能不太容易懂 他应该叫做就是条件判断 用条件判断的方式 判断他是先生还是小姐 所以请点if, then, else 然后这个地方功能变数 我放置的是性别 性别等于男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写性别等于女的时候 因为这两个是弹性可以去调整的 性别等于男 所以这边要输入一个字男 男生的男 然后我们这边就放先生 这边其实我建议应该改成 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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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放置的内容 这边是不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我就是放小姐 那什么叫符合条件 这边呢 符合条件 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 透过那个比对 比较 那比较的方式就是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还有等于以及不等于这六种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就叫做比较 这就叫比较 所以你去看大概就是这六种 好 如果说性别 如果我们来判断性别 他要是男的词后 这边就放先生 不成立的时候就放小姐 然后点选确定 您看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把合并笛音的内容 做好到这边了 然后这边是某某先生名号 那我们先来去观看一下 最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预览结果 预览结果 你可以透过去看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好 假设我今天我先看第一笔的预览 这边是不是告诉我 第一个他叫理查 他姓理查 所以他的一个称呼 是不是叫先生 理查先生名号 第二笔 曹先生 第三笔 乔治先生 第四笔 皮克小姐 有看到 他会正确的带出来 好 如果说你今天做完之后 做完之后呢 不是要去预览 而应该是把它列印出来 如果你要把这份文件 这是信件内容 把它列印出来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点这个列印文件 当然就列印全部的资料 就把它列印出去了 好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如果您这边放置的是 选取收件者的电子邮件 因为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 从阿鲁克联络人选择 那你就会有他的电子邮件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 传送电子邮件 传送电子邮件 要设定收件者 还有设定 设定什么 阻止 那内容就是这些内容 好 那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 收件者 收件者 因为刚刚如果进来是一个 一个 以示要档案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那个以示要档案 必须要是有收件者 就是电子邮件那一栏就对了 这边是不是有收件者跟阻止 你要分别设定 好 那不用设定内容 因为内容就是它 好 我现在先取消 那还有一种没有讲 就是编辑个别文件 编辑个别文件就是 打开 让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九个人 这九个人 好 所以这边全部 合并记录选 全部确定 这是第一个人的信件内容 这是第一个人的信件内容 这是第二个人的信件内容 这是第三个人的信件内容 第四个人的信件内容 好 可以吗 意思类推 我就不一一去跟你们讲 所以总共有九页 因为有九个人 所以他做出九页的内容 方便让我们来去做一个观看 好 九页的word文件内容 就是都在这个地方 好 那以上就是我要介绍的合并列译 合并列译 那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呢 就只有很简单的一个叫做 信跟先生 好 那就提用根文才好 这就是合并列译 合并列译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如果说刚刚合并列译 你会做 那我们就先把它关掉了 我想再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这个office40招 office40招 我要请你们 请你们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上面 这上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因为我希望说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好 所以建议你把相关的 常用功能放在快速存取工具列 这是很重要的件事 因为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功能区把它缩小起来 不看它 所以它才会多增加了这些 这些什么自动隐藏功能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把常用 常用 常用 里面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常用的功能 那你最常用的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经常用到 这个复制 所以你用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有没有看到 新增至快速存取工具列 它就放在这边 复制 然后 减下 新增至快速存取工具列 贴上 好 那请问一下 我还常用什么呢 常用一些什么 例如说 那个 字型大小的设定 字型大小设定 还有 字的颜色 要不要加粗体 好 反正你都可以去 调 然后接下来针对 针对 那个 要不要加项目符号 好 或者是 要不要把它定义为 内文 定义为内文 然后接下来 有寻找 取代 反正就一个一个 是不是就把它加进去了 再来插入 插入我蛮常使用 像 例如说 插入表格 插入图片 好 你是不是可以把 经常使用的功能 放上去 放上去 放上去有什么好处 以后我今天 如果说我今天我要使用它 我就不用再到功能区里面找 我只要找这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假计 假设我今天我要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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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图片在这里 插入线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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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现在我想要在这个地方插入图片 我是不是直接点它就好了 它是不是就可以让我去选择要插入什么图片 这会比插入图片 我要点两个地方来的快 请问点一下比较快 还是点两下比较快 当然是点一下 而且更棒的一件事情 快速键 快速键 请问一下 这个图示 如果你记得住快速键 你以后就变成用快速键操作会更快 假设你今天按了Enter 好 我想要在这边插入图片 你就按快速键就可以插入图片 这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 好,你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我现在要点是不是点0了 但是我要特别告诉你 它不管怎么样 这些上面快速存取工具列的开头 除了123456789 接下来就是0 就是你要先按一个0就对了 0 然后是不是只剩下这些了 然后我插入图片 是不是在03 所以再点一下3 它是不是就跳出来这件事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 我日后我要插入图片 我就怎么做 好,我就不用再去抓滑鼠了 我就直接在这边点一下 Auto 03 我就可以去选我要做哪一张图片把它插入进来 可以了解 所有的快速存取工具列 它都有快速键 可以方便我们直接打字不中断 不要一下用键盘一下要抓滑鼠 这都是增加我们效率的方法 好,那至于说这个功能它就是让你怎么样 因为你已经会快速键操作了吧 那上面那些功能根本就不需要了 同意吗 它让你有更大的编辑范围可以来做观看 如果你不要那个内容 请点它 然后显示 显示所影标签和命令 就是2016就是新增加出来的 因为当你已经知道那几个功能固定 就因为常用的功能 你一定都会知道那几个快速键 然后做完之后 你就会越来越熟练 这套软体就好像一直都在打字 好 我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无非就是希望说你们了解效率如何提升 这是我们这一次上课 必须要跟你分享 有很多 还有word 还有一些功能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效率提升 然后当然还有Excel跟PowerPoint 这些效率提升方法 希望你们能够在日常工作的时候 帮助你们 然后让你们达到工作效率提升的目的 在我们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